健康细胞的功能和所需的营养素 正常的细胞有非常多的基本功能去维持健康 它必须是能够吸取营养素 并且可以排放毒物 正常的细胞会保护自己对抗入侵的细菌、黴菌、病毒、自由基 并且可以自我修复受损的细胞 另外细胞之间会互相的沟通 维持器官跟免疫系统最适当的功能 研究已经证实了我们的细胞需要下列的营养素 26种不同的维生素 72种或是更多的矿物质 脂肪酸、氨基酸 既然我们的身体无法自己制造 我们就必须从饮食中获取 最近的科学发现有八个糖体 称作单糖 细胞也需要这八个糖体去维持最适化的功能 在细胞的内部 这一些糖体会跟蛋白直接合成为一个完整的结构 称作糖蛋白 健康的细胞表面覆盖着像是树枝状的糖蛋白 根据糖蛋白的形状和指令 能够互相的传递无限的密码和资讯 所有细胞的表面上都会有糖蛋白 可以预防病毒 细菌还有其他的外来细胞入侵健康的细胞 阻挡细胞表面的入侵者 糖蛋白阻挡住外来的细胞 并且通知免疫系统细胞将它包覆并摧毁 健康的免疫系统细胞可以准确的辨识正常的细胞 并且不会干扰正常细胞的功能 细胞所包覆的糖蛋白能够清楚和准确的做细胞之间 还有系统之间的互相沟通 在身体之中创造出超级资讯功路 糖蛋白在身体之中扮演多重的功能 免疫系统的反应 组织的再生 细胞的修复跟成长 结构上的稳定 甚至跟精子穿过卵子表面 以达到受精的反应有关 我们现在知道这八个糖体对于人类的健康是多么的重要 但是问题是只有两种糖体 葡萄糖跟半乳糖在现代的饮食中可以摄取得到 其余的六个糖体无法经由饮食中摄取 但是现代的农业印象 食物的处理 大量的农药、杀虫剂、化学肥料都使得食物中的营养素流失 若细胞表面的糖体不足将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呢? 没有维持生命必须的糖体跟多种的微量营养素 细胞将无法制造糖蛋白 这样的结果将会导致细胞沟通跟免疫系统的反应不良 细胞将无法自我防御 所以细胞的结构将会被损害 自我修复的能力就无法有效的产生 在这样的情形底下 细胞无法有效的沟通 无法组成身体的结构而去发现问题 它们也无法去摧毁病毒 细菌、黴菌 也无法辨识突变的细胞 所以免疫系统也无法排除它 例如当一个人遭受自体免疫系统错乱的时候 免疫系统将会产生不适当的反应 会把正常的细胞当成入侵者并且将它摧毁 可能还会使得突变的细胞增加 免疫系统将无法作用 我们身体将会变得很容易生病 有健康的细胞就会有健康的组织 而器官也就会健康 因此就会拥有健康的系统 如果我们的系统在 细胞就维持健康 并且发挥效果 那么我们不会有健康上的问题 饮食补充物为弥补日常生活中 所摄取不足的营养素 并非用来治疗或治愈任何的疾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